好 歡迎回來 您則幫我們來看到TVK 終於賺錢了 好不好 戲劇性的一刻 我們來看到今天下午盤後 公布的法說會 然後財報數字是這樣 先跟大家來回顧一下TVK之前 去年虧了一次單機55塊 嚇到大家昏倒 任列轉投資 今年第一季小賺0.15元 然後到第二季又虧7.28元 再虧7.28元 又嚇壞了寶寶了 這一季來看到賺錢了 1.97元 今天下午法說會 台股的兩大腰股 一個叫做宏達電 另外一個就是TVK 就是搞不清楚他為什麼可以曾經從 將近1000塊跌到 現在都是那個實位數的 然後為什麼他連續兩年都 兩年那個公司都虧那麼多錢 股價可以有五六十塊跟八九十塊的 這種價格 那會如何 我們來看 第三季GP EPS 1.97 當然是 今年以來最好的成績 因為你看到第一季賺0.15 第二季虧7.28 那我覺得 這個法說會當中 其實我覺得最令我驚豔的地方 在於毛利率的部分 毛利率 毛利率9.6% 你說那也沒有到10% 沒有到兩成蠻慘的 但是實際上他過去這兩年 其實單季最高毛利率 就是這個季度了 就是9.6% 你看他上一季 他的毛利率是虧的 對 所以他這個時候至少 當然EPS轉正 然後毛利率轉正 而且這個毛利率是 兩年以來的單季新高 所以今天 單純就法說會的數字來看的話 基本上來講應該算是不錯的 不錯的 我們來看看 通常這個 總是有人先知道 沒有錯 我們來看看 這是籌碼面 凡事都有人先知道 凡事都有人比我們早知道 TPK早就有人 是不是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 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新加坡瑞銀 外資 外資已經買它 連買 連續買了五天 連買五天 每天都大手筆的敲勁 然後這個是 大家都知道TPK 融券也很多 借券也很多 借券也很多 過去這一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它從原本高峰的時候 大概三萬四三萬五千張 一路到今天為止 大概已經接近是大概 兩萬六千張左右 所以他們借券的部分 已經在還 對 所以大部分 應該說大概還掉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 這個借券的部分 對 所以他們早就知道了 所以就有人知道 所以股價也就上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它借券的高峰期在這邊 然後這個開始 第二個高點在這裡 然後從這裡開始之後 其實借券就一路往下走 那這個位置剛好是低點的 那一根紅黑 45塊左右 對 往上走的時候 45塊錢左右 今天收在51塊9 對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其實股市就是這樣子 也漲一圈上來了 如果說 導播可以給我們今天走勢圖的話 你會發現 哇 那個見鬼的 你知道嗎 就是從這裡 一口氣啪 拿上來 對 所以你說這個沒有人早知道嗎 其實你看 今天的一些所謂的一個 權政的部分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有一些那個價內 或者是說價外一點點的 其實今天的成價量 其實都還蠻大的 今天盤中大家狂掃權政 對 所以有人先知道 所以有人先知道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就會想說 那這個都拉上來了 到底能不能追 我覺得還是問題 來 我們就來看看 還能不能追 TPK其實是一檔 不斷破底的股票 沒錯 但是在45塊錢到了之後 它往上拉了大概一成 來到今天的收盤價51塊9 那就要請教了 這樣的一個法說會的數字 其實說漂亮的數字 能不能支撐它的股價再往上 數字非常漂亮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 重返農藥 這不是農藥 它重返農藥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喝農藥 我覺得這股票不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說 我覺得它有它的隱憂存在 怎麼說 就是說 當然它數字財報 其實數字非常漂亮 對啊 但是它有一個隱憂 就是說至於如果單純講 平蓋股的話 你覺得國內哪一檔股票 最具有代表性 大力光 大力光 鴻海 對不對 那我看鴻海過去的營收的慣性 是這樣 就是iPhone 大家都知道它是出iPhone 那我們不要看太遠 我們就看到去年這個時候 去年這個時候 其實鴻海的營收慣性是這樣 它8月份的時候 當然營收還在相對低檔 9月份突然跳起來 那很簡單 因為我要開始出iPhone 對不對 然後10月份創高 創當年新高 然後11月份再創當年新高 這個很合理 因為我出到11月份 出到iPhone 這很合理 但是這家公司 它有個問題是在於說 它8月份的時候 其實應該說它7月份的時候 它營收有跳起來 到8月份有跳起來 但是到9月份 觀眾朋友去看 它8月份營收是100億 到9月份它掉到87億 所以它跟一般的平蓋股的營收 慣性不一樣 它是9月份的時候 它營收反而往下掉的 好 那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問題 是在於說 我們一開始看的時候 那個今年第二季虧了7塊錢 對不對 那7塊錢當初是因為什麼 就是大客戶沒有下單 駕動率往下滑 那個產能利用率不高 大客戶就蘋果 對 那這個 對啊 這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你看喔 它跟其他的平蓋股都不一樣 人家是營收 可以一路走到11月份 但它9月份先掉下來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如果接下來 進入到明年第一季 那第一季就是那個iPhone7開始 反正就要開始進入那個 這個成長週期的尾聲了 因為接下來大家要等 下一代的iPhone的時候 所以你擔心它可能 那個時候 它會不會又跟第二季一樣 又虧錢了 又虧錢 所以你看喔 就是說如果我們再看一檔 個股的話 我們看跟它同產業 叫做6456的GIS 6456的GIS GIS的一個部分是這樣子 你看喔 它股價其實先領先落 大概差不多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落底之後 它股價談起來之後 它最高點是88塊 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它大概漲了18% 好 那如果說我們再看回去 TPK的話 其實過去這一段時間 如果你去算 這個低點的18% 大概比今天高點多高一點點 高一點點 所以我認為說 大概53左右 對這個部分它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跟GIS走 同樣的一個概念的話 我會不會 我的高點快到了 差不多了 然後剛剛講說 大家有人先知道 但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邊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全鎮 今天超過4000張的 它要嘛就是價內 什麼叫價內 就是你漲多少 我漲多少 對不對 就是我就是讀你明天開高 它不一定要擺很長 那通常我們全鎮 我們會做那個價外 它才會有倍數那種感覺 但是價外最多有就在10幾% 換句話說它可能明天開很高 會不會就結束了 那最近法說會其實也這樣子啊 我想像友達就是啊 友達就是最標準的例子啊 友達法說會之前 大家都說很好很好很好 就先漲了 對啊就先漲了 那法會 法說會結束就變法會了 你剛剛不小心說法會了 對就是 對它就變法會了嘛 所以它至少股價目前就掉下來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對所以要提醒大家這個風險 因為早知道的人早就進去了 因為已經有人先卡位了 那你現在進去就晚了 對要小心 好謝謝明哲 幫我們看到這是TPK 那麼趕快我們再請友明哥 來幫我們看看股票囉 現在既然有風險 原物料的股票倒是在漲喔 對不對 原物料還是跟著油價走 有機會 對因為我介紹股票 基本上還是以國際的一個趨勢 你說其實盤面上能強的股票 大概也就那幾檔嘛 經濟嘛 對不對 自身嘛 這個不是大家盤中 因為你現在盤就只有400多億的成價量 什麼股票有料 你那個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什麼群創啊 自身啊什麼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要能推的就是這些 再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中小型的股票 對但是你找不到原因 尤其是你平蓋股 你找不到原因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出貨親黃不接 但回過頭去 我覺得有另外一批人的聲音 開始出來 就是說大家的錢 慢慢從高科技測了以後 他開始去看油 那你說油最近不是 開始又有一些雜音嗎 比如說伊朗 伊拉克 他們俄羅斯 沒彈籠 對 沒彈籠 但是我跟各位講 在11月29號之前 這個OPEC在開會 正式的決議之前 而且這種消息一定都是 紛紛牢牢的 就是說大家其實就是在 塞奶 就是有人說不要 然後就是希望能夠 換多一點糖吃 對不對 對 在這個談判的過程中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合理的現象 那我們來看油是一個 最典型的一個 期貨的一個交易 那你去看它的一個走勢 都是在預測未來 它現在這幾天 雖然回檔 我們去看它的走勢 是怎麼樣 第一個它是不是 曾經創過高 它創過高的話 其實也比之前高 那麼一點點 但它下來的時候 這一條是它的50日均線 其實就是相當於 我們的季線 它到了季線這個地方 如果有打底成功的話 它其實又會上去 那你看它短線這麼急跌 不是就很像這一段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把它的線型 你會不會覺得 它的線型很像一個東西 很像台灣股市 台灣股市是不是突破小高 然後就拉回 然後拉回季線又反彈 對 那它現在相當於台灣股市的幾月 基本上 這個如果叫做 台灣股市的6月 624的英國脫歐那一次 這個差不多是8月 義大利銀行出市的那一段 所以其實油還有一段的漲勢 對 它還不見得這麼快休息 所以我覺得去做原物料的人 還是有它基本的利基在 所以它不玩瓶蓋股 因為它知道 如果有一天外資在撤的時候 報紙的風向球一定都會改變 你原先怎麼說這個瓶蓋股好的 到最後水足以債 那就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 那些東西就被人家提款 但是原物料這一塊籌碼就相對乾淨 那說話現在當然基本上是忘記 那這一切股票裡面都不是我第一次發明的 我從10月11 10月18 那中間後來有一段就是上一次的這個節目我請假 然後到今天這段時間陸陸續有表態 我說過華夏是12塊那時候我們推薦 但是到了25塊我說它有壓力 我們來看一下華夏的一個現行 我們看一下華夏 我說是不是到25塊就開始要整理了 但是我說華夏完了之後請大家看連城 那連城在這一段時間裡面是不是連城就上去了 最近才壓回對不對 我說如果你也不敢做華夏不敢做連城 麻煩你看一下國橋 因為國橋上半年我們來看1312 我說國橋上半年雖然是業外 但人家本益比也算相對低對不對 好 那回頭我們說中石化 因為它有其他紡織上有an的一個 漲價的一個部分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不是在講華千 那華千我不看好這個巨子加工師巨子加工力 對不對 不看好成衣 但是我說你可以看一下包含像性暢化 它是本分 那本分的話是機能部的一個上口材料 所以你去看它的線型也慢慢的逐出了一個 比較不錯的一個右肩底了 是 好 我們再來看1G的中籤 那唯獨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東連比較弱 中籤比較強 所以回頭我覺得如果要做1G這個體材的話 東連應該已經長得差不多了 是 對 我覺得回頭應該要看中籤 中籤 來 那鋼鐵的部分 那鋼鐵的話 因為今天中國的黑色系金屬都還在大漲 對 那雖然中國在打防 可是從你去看它PMI的一個指數 其實是很漂亮的 是 所以它打防其實也沒有真的要把你打到趴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原物料照理說應該還有一段漲勢 那黑色系金屬今天在漲的過程中 它是因為短線的產能 釋放還不是那麼的充足 然後需求又有季節性的一個回溫 所以這裡面從葉輝中 我說過它是相對比較怎麼樣 漲比較多的 對 我那個時候講的兩檔股票 一個叫東剛 一個叫風興 我說東剛是因為它的什麼 廢剛價錢 六年來 這個首次的比較明顯的一個部分 而且今年六月以來的漲勢比較兇 那個時候我們講真的就是趴在這裡 而且都完全沒有亮 不動 但是各位你去看它最近的成交量看出來 是 那唯獨風興還沒有動 對不對 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後這一塊的話 是爭議性比較高的 很多人說太陽能其實掛掉了 我認為其實以今年的不管產能 報價或者是獲利能力來講 你就直接只要看一檔叫預金 看預金 我覺得其他的股票會彈但比較弱 但預金應該是這一波比較重要 因為它是最有能力轉闊為贏的東西 它這樣跌下來但還沒有真的 我覺得它的形態都還沒有到失控 除非它很明顯的灌破了它的季線 不然的話其實它這個部分的壓回 這個地方的大量支撐 目前還沒有辦法判定 那目前的報價基本上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它唯一的利空應該是季報 季報這個利空如果再打不死它的話 它季節性應該要反彈 因為每一年 各位你去看 除了7月份 太陽能會動一波以外 再來就是年底 年底有機會的對不對 一直到隔年的過年 對 好 那另外我們來看這個是 美吉馬高麗厲害 這裡面其實所有的股票 從華夏開始原物量這些都OK 大概唯獨只有利凱KY 最近比較拉差 等一下它有原因我會講 我們來看美吉馬 美吉馬是最近在所有電磁股裡面 現行相對比較漂亮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叫吃貨量 一個大跌一段 你看這一段是補跌趕底 然後做橫向收斂 然後之後大量吃貨 這個是拉高吃貨 然後壓回洗盤 所以我在盤中的時候我也在提 我說這個股票應該是所有在電磁裡面相對的指標 有機會 那它除了是電動車的電磁正體材料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除能 最近我們不是在說那個電 我們要缺電了 對 那現在除了把電伸出來以外 你怎麼把電儲存起來 這個跟所謂的電磁 電磁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其實除能的股票 未來一定要注意 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立凱 我們來看一下 立凱的問題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請友們繼續說 待會再來題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待會請友明哥繼續來講講 到底立凱出了什麼事 請見友ρι reck靖給我 其皇后獨創操盤數 第四季黑马股大公开 11月5号高雄台中 11月6号台北 嘉莹决战K线与您有约 02-2506-7708 2506-7708 提前办理长期约定转账 5-电话语音缴纳 6-网记网络缴纳 哈哈 搞定 原来缴交地价税这么的方便 哦 对了 手机扫描找款输票后 就可以信用卡或扶出账号缴税哦 早说嘛 按时缴纳地价税多元省时真方便 啊 安静 可不然头疼疲罪老 放心 幽露安会受冲水 弟弟跟进入口 早期获收票幽露安 这是联邦银行 与在台湾的故事的幸福宣言 邀您一起见证台湾古迹之美 男人的暴力 男人的暴力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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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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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臭3D魔法吸收心 帮助均匀分散尿湿到三条神奇通道 并让空气自由流动 带来会呼吸的干爽 让每一寸肌肤只感受到爱意 全新帮保湿特级绵柔 关爱安睡畅玩 2017全球投资家操盘软体免费讲座 固定当冲大户多空 预判高低点 11月12号星期六 早上9点半新竹 下午2点半台南 11月13号星期日 下午2点台北 永春国际定位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好 今天请永明哥来讲讲节能股当中的立凯 立凯 对 我想这段时间里面刚刚我说过 从不管是你看到的原物料一直到电池 基本上的状况还不错 电池股其实它也是属于那种黎明前的黑暗 就是油价在涨它没根 油价在跌的时候它有受累 但是立凯跌得比别人凶 这个是事实 我们来看它到底有什么状况 因为今天的消息才把10月13号 李嘉诚卖这个五龙汽车 总共卖了11万张 大概卖了4790万的港币 相当于2亿的台币 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终于知道原来立凯为什么跌 大家还想说那你是不是不看好了 那五龙汽车又持有立凯 可是他没有说李嘉诚去卖立凯 因为他还持有立凯21.8%的持股 所以为什么要去减持五龙汽车 没有人知道 但是有可能是弥补英国投资的亏损 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 等到他消息公布的时候你才知道 但是当这个消息一揭露 我们去看到底部都有成交量 说实在很可能就 这个消息出来搞不好就立空出现 最后立空 对 因为它的营收并没有掉 代表它所有的东西按进度来做 所以说不定是机会 对 应该看着 但我们不知道要等它主顶 但是有量总是一个好事 是 好 非常谢谢永明哥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这些都是节能股的部分 跟您做参考 那么这待会爸爸健康有方 今天雅芳姐要教大家 森林疗愈系的养生方法 不要错过咯 今天非常谢谢你 2017全球投资家操盘软体免费奖